北投日前发生一起诈骗集团 拘禁淋虐的案件 警方扩大追查就发现 竹联邦郭信角头为首的暴力集团 不但呢是恐吓人头互当车手 还强压他们到当铺去借钱 相当的恶劣 另外呢在淡水的社区大楼 警方也查获了另一个诈骗集团的机房 而嫌犯哪从二楼跳下来逃跑 不过呢却是摔断腿了 您的情况连线给记者陈正邦 好的主播 警方日前掌握竹联邦郭信角头的犯罪市政后 纷纷多路到桃园 苗栗 台中等地搜索 虽然豪宅大门伸索 远警人伸手脚尖底翻过围墙攻坚 多名男子在屋内抱头鼠窜 还有刺青少年说 犯罪的是他爸爸跟他无关 仍然被警方鹤令趴下 警方查出以郭南为首的诈骑暴力集团 从去年8月到今年2月 涉嫌在台中桃园等地 拘禁自愿担任人头账户的被害人 以伤害家人为由 要求他们担任车手去取款 还强压被害人到当铺借款供他们花用 如果想要逃跑 就会被郭南手下拿木棍痛殴 郭南在自家庭院被逮捕的时候 老神在在否认犯刑 不过已有多达15名被害人 指控过难以假投资 虚拟货币的方式诈骗 损失金额高达1500万元 另外淡水分局也查获 藏在新市二路社区大楼的诈骗机房 远警鹤枪实弹攻坚的时候 屋内5名嫌犯从二楼阳台跳下逃逸 其中一人不慎摔断脚 躺在地上不断哀嚎 还好警方早在附近部署警力 陆续将逃跑的诈团成员逮捕归案 出不清查有10名被害人报案 光是一个月的诈骗金额 就高达2700万元 警方除了将涉案的5名嫌犯 移送法办 还将持续溯源追查幕后手脑及共犯 以上最新主播 今天清晨在台北士林 经过程德路四段的巷口 一名76岁富人 疑似是因为闯红灯 遭到自小客车直接撞飞 根据了解 这名76岁的肖信夫人 今天清晨从士林区住家 步行出门准备要去拜拜 行经上口时 却因为闯红灯 遭到了44岁的肖信男子 驾驶的自小客车给撞上 好 肖信夫人 整个人就被撞飞到分隔岛 因为头部 胸部 还有四肢有多处的重创 送医之后依旧是宣告不治的 肖信驾驶就表示 他因为赶着上班 想说沿线是绿灯 所以他一路执行 没想到意外撞上了老妇人 目前全案是依照过失致死罪协来侦办 今天下午在国道一号桃源路段 事故频传 先是一辆自小客车开到半路 突然起火燃烧 下得驾驶是匆忙逃生 而没多久又发生了 三辆货车追撞 造成车流回堵5公里 国道一号北向47公里桃源路段 今天下午1点15分发生火烧车意外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一辆轿车不断燃烧 冒出大量浓烟 车主一点惊恐在路边打电话求救 据了解 74岁的许姓车主 发现车辆有异状后 赶紧停靠路间 没多久车子就起火燃烧 还有他及时下车逃生 没有受伤 警驾后报赶到现场 在1点38分将火势扑灭 虽然这起事故没有迫及其他车辆 不过正当警驾忙着排除 事故现场的时候 国道1号南向45.8公里 距离火烧车不远处 以示浓烟影响行车四线 又发生小货车大货车 和大客车三车的追撞意外 占用内线两个车道 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 还要只是轻微差状 没有人受伤 警驾后报到场处理 在2点19分公务段清扫完毕 恢复通车 详细造势原因 乌兰投城外奥玩飞行伞的时候 却发生了意外 坠落在民宅的空地 造成有两人受伤 教练表示疑似是受到册风影响 原本应该在沙滩落地的飞行伞 失控坠落到了民宅旁的空地 造成了53岁的女游客 左脚骨折头部有撕裂伤 而一同飞行的教练则是脚有撕裂伤 两人都是意识清楚地送医来救治 好飞行伞这个失控坠落的原因 目前还有待调查离经